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洲前总理之子发生自清 NASA太空探测器和俄国卫星险些碰撞 中共海警船出没万安滩 越南抗议 衣服上有台湾国企 中共小粉红出征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新网知识TV两岸药文 今天是3月1号 星期五 来看今天的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中共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当地时间2月28号 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 中俄之间的结算受到了第三国干扰 这证实了中共三大国有银行停止和俄罗斯交易的传闻 分析认为中共党会这样做和川普有关 自从去年底 美国宣布制裁远助俄罗斯的金融机构 违反规定的银行会被踢出美国金融系统以来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三家 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 停止接受俄罗斯受制裁的金融机构的付款 无论这些付款是通过Swift系统 俄罗斯银行金融信息系统 还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这三家中国银行都不接受 没有制裁的俄国金融机构不受影响 这个消息最初来自俄罗斯的消息报 并且很快地在国际间传播 2月28号 中共大使张汉辉对俄新社证实这个传闻 并且解释说 出现中断是因为一些国家给我们制造了麻烦 但是我相信中俄会找到客户这些问题的办法 有观点认为 中共这样做是害怕中国国有银行 被美国踢除金融系统 这会让中国的金融机构整体毁灭 时事评论人士江森哲认为 这个消息非常重要 中俄去年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 中国经济上的支持给了俄罗斯继续战争的底气 买卖贸易就很难继续 这会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 而这也正是西方希望看到的 江森者分析 张汉辉对俄新社含含糊糊的解释说 三大银行中断交易是因为一些国家制造了麻烦 这其实就是说给美国听的 意思其实是中方开始遵守西方制裁 这也就是习近平交给美国的一个投名状 习近平被改变和美国的关系也真的是拼了 连俄罗斯老大哥都要出卖了 江森哲继续解释说 习近平这样做是因为怕川普 川普很可能在11月份大选中再次当选总统 北京真的是吓坏了 因为如果川普当选 川普将对北京有致命性的打击 总体来说 拜登政府对北京是被动防守 避免刺激北京 避免爆发冲突 而川普对北京将采取主动攻击姿态 川普在任上启动贸易战 并且唤醒全美国重新认识中国政府 江森哲预期 拜登接任之后 并没有对中方不遵守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做出惩罚 如果川普重新执政 一定会对北京就让心脏一起算 会对北京进行更强大的制裁 按彭博社稍早前的预测 川普将推动美中经济进一步的脱钩 可能会终止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对中国商品征收60%甚至是更高的关税 不仅如此 川普还可能推出联俄抗中的路线 这会把习近平吓到腿软 如果美俄联手夹击中共 北京肯定会受不了 因此习近平现在要趁着川普还没有上台 赶快讨好美国 这才下令中国三大银行配合美国制裁 希望改变华盛顿对北京的看法 不过在美国朝野一致把北京定为最大威胁的当下 习近平这样做已经是太晚了 骗不了美国人 中国快庭闯入金门海域 为逃避检查翻船仪式似乎出现了进展 双方在2月29号的上下午各进行了一场闭门会议 结束后都低调不受访 消息人士透露大陆方面要求比照当初广大星案处理 至于联合新闻网的报道 两岸代表在29号上午的协商结束之后脸色铁青 下午的会谈中共代表很晚才来 会谈结束之后双方脸色稍有缓和 联合新闻网引述匿名权威人士透露 大陆方面要求台湾按照广大星案办理 台湾渔船广大星28号 2018年在巴林坛海峡 被菲律宾海巡署公务船扫射 台籍船长红石成身亡 台湾当时提出正式道歉 调查成兄 损害赔偿 渔业谈判等四大诉求 香港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已经在2月28号结束 英美两国同步发表声明 同时有海外的港人在29号组织讨论 探讨23条立法下的前景 根据自由亚洲报道 在时代公民教育平台举办网上论坛上 资深新闻工作者程翔说 因此23条让香港第二次回归 令香港和中共法律彻底的一体化 香港本来是西方阵营的一员 23条立法之后将被强行的拉进中共的体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发声明称 正密切的关注香港就基本法23条立法 以及对在香港的美国公民投资和企业影响 尤其是当局对国家机密 与外部干预采取广泛而模糊定义 可能会被用来消除意见 美方也担忧中港当局在境外执行23条 进行跨国镇压 恐吓和限制美国公民和居民的言论自由 英国外相卡梅伦在声明中质疑 香港政府提出的23条立法没有履行基本法 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国际公约中有关保障人权和自由的义务 强烈的敦促港府重新考虑方案 真正和有意义的咨询港人 港府公布的咨询结果显示 1.3万份意见当中近99%的人表示支持 只有93份反对 港府特别强调 超过10份的反对意见是来自境外反华组织或潜逃外国港人 流亡澳洲的许之锋批评 香港市民对政府失去信心 既没有兴趣表达意见 在国安阴霾之下也不敢发声 港府将整合咨询结果 向立法会汇报 尽快的出草案 让立法会审议 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总监伯基斯 2月28号发表年度威胁报告 披露一名澳洲前政治人物 被某国一个间接组织活动收买 出卖澳洲利益 消息引发震撼 各界呼吁公开证明政客的姓名 澳洲前总理特恩布尔之子亚历克斯 29号主动发声为自己澄清 从事投资的亚历克斯主动告诉澳洲新闻网 由于自己工作的性质 频繁地与海外企业接触 他也曾因基础设施计划而成为目标 疑似中国特工主动和他接触 但是亚历克斯第一时间拒绝对方的收买 他说我的反应是表示不感兴趣 并且立即将细节转发给了反间谍当局 伯基斯28号表示 澳洲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 政治人员 学生 学者 执法人员 公务员成为间谍 与外国势力干预目标 几年前 某国间谍组织甚至招募澳洲一位前政治人物 这位前政治人物甚至计划引荐澳洲总理的家人 参与间谍活动 但是没能落实这项计划 伯基斯并没有透露相关人员的姓名 与所涉及的国家 但是伯基斯提到 这个国家针对澳洲国防工业 为有关奥克斯计划 及澳美英联合建造核潜艇事宜获取情报 澳洲前驻美大使霍基随即要求 他揭露卖国贼姓名 以免风声鹤唳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一个太空探测器 2月28日清晨1点30分 和一颗俄罗斯的废弃卫星险些发生碰撞 NASA声明表示 代号为TAMD任务的太空探测器 与俄罗斯废弃卫星这两个非机动轨道太空飞行器 当时在600公里的高处 近距离擦身而过 NASA指预期两者会近距离的措身而过 但是如果碰撞 可能会有大量的碎片产生 甚至会导致NASA的探测器坠毁 而且还可能会引发轨道上其他物体连环碰撞 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NASA的这个任务太空探测器 在2001年12月份发射升空 致力于地球大气层的探索 并且研究太阳对大气层的影响 原定执行任务两年 实际已经工作了22年 目前仍然在工作当中 中共海警船最近再次出现在位于越南周边的万安滩附近 越南2月29号发声表示抗议 外媒报道 越南外交部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万安滩是越南大陆棚的一部分 符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议条文 越南对万安滩的立场是一贯的 并且已经多次重申 范秋衡强调 越南坚决反对所有侵犯越南海域主权 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行为 万安滩位于越南头顿市东南方 400多公里处 越南在这里设有石油和天然气钻井平台 中共海警船曾在2023年的12月份初到2024年的1月初 在这个海域航行 2月21号中共再度派出这艘世界上最大的海警船 到万安滩海域航行 船上配备一门76毫米的大炮 两枚30毫米的炮和两艇重型高射机枪 美国斯坦福大学海洋之光计划分析说 中共在万安滩海域派前大型船只 是希望借常态化手段控制海上战略航线的霸权行为 绘画师千代日前发布崩坏 星穷铁道中的角色银狼的二创图 不料却因为银狼衣服上有台湾国旗 遭到了中共小粉红的围攻和威胁 小粉红们涌入千代登陆的各大社群平台 扬言要对他和他的家人不利 令他不知所措且感到担忧 随后千代发布了不同版本的二创图 但是小粉红们似乎不买单 持续的在社群平台留言辱骂 分析认为受中共教育的影响 许多大陆民众拒绝接受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事实 甚至象征台湾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火旗 都能触动他们敏感而有脆弱的神经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在今天的静谊时间里和您分享几个 罗刹国孩子的影片 那么先说大一点的 大概是高中生 中共党的共青团突击队在铲血的场面 网友说看看这些突击队员生怕是用力太大伤害了血血呀 旁边的摄影老师还在那说呢 没吃饭吗 这画面真的是有点让人纠结了 是这孩子真的没吃饭吗 看这身板绝对是养尊处优的家境啊 那么这党的接班人干起工作来就是这个做派 装枪做事装模做样 脚柔造作虚张声势虚情假意 拿枪拿掉扫手弄姿心心作态 你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那么这样的党的接班人 在初中建立三观的时候 他们在干什么呢 来看下一段视频 您看这个造型哈 有没有想到电影斯巴达的画面 一群为奴隶主拼命的年轻人 那么这些小奴隶在更小一点 上小学长身体的时候 他们是什么样的呢 来看下一段视频 有人说你们这些专门黑中国的人 这只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习惯而已 他们都是蹲在地上吃饭的 其实呢 静怡也蛮好奇的 咱们观众啊 谁是这个少数民族的 或者是谁曾参与过这样一群 拿着小饭盆 集体蹲在地上吃饭的大场面 也来说一说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天天大张旗鼓 说自己是伟大先进撅起国 一到这种情况 就说是少数民族的民俗 那你要这么说 我就非常能理解当年文革的时候 那些文革干部吃人的行为 就可以被合理化了 那不是什么惨绝人寰的事件呢 只不过是少数民族 食人族的一些习惯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么那些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 需要摘取别人器官替换的人 其实啊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他们也是一些少数民族 他们的民族的名字叫做中共权贵民族而已 对于这一话题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 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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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